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蔓延 1月25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以同心抗疫为主题 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 会上宣布定立六大策略 将政府防疫机制的级别 提至最高的紧急级别 根据当天中午香港政府卫生署及医院管理局 就新型肺炎感染个案的最新简报会的信息显示 截至1月24日 香港新增62宗怀疑个案 共107人留院观察 其中确诊感染新型肺炎5例 为回应市民对于公共卫生的关注和焦虑 林郑月娥称 在与相关公共卫生专家及政府部门讨论后 决定即时提高政府防疫机制的级别 在早前 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 对于今次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 预备和应变计划 2020年这个新的计划 里面是将这个应变计划分为三级 即戒备严重和紧急 早前已经是提升到去严重这个级别 今天我在这里宣布 我们将会有严重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紧急 当天公布的应对新型肺炎蔓延的措施 包括提高防疫级别在内的总共六条策略 分别是提升防疫机制和组织架构 加强管制出入口 控制疫情传播 取消人数众多的大型活动 延迟中小学 幼稚园 幼儿园和特殊学校复课时间 加强卫生署 医管局等抗疫设施和服务 为市民健康不会密吸资源等 林郑月娥表示 把入境人口健康申报的要求 从机场和高铁站扩大至香港各海陆口岸 暂停来往香港与武汉之间的航班和高铁 恢复时间似乎疫情形势在定 同时林郑月娥呼吁香港市民同心协力 共同应对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最后我在这里呼吁市民 在今次我们需要同心协力 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 来到去进行全盛的抗疫 希望能够保护到香港市民的健康和安全